话说在一个偏远的小村落里 有一个年轻有为的少年 名叫肖大根 大根想通过养鸡发家致富 怎奈刚进的鸡仔 在一夜之间死了整整一百只 这次的鸡仔总共也就只有两百只 我就不明白了 一个大学生回村创个业 怎么就这么难呢 也没有别的办法 只能将它们全部埋掉 在挖坑的时候 突然一铲子下去 挖到个闪闪发光的东西 原来是个绿色的人生雕塑 此时我还没有注意 我擦破了的手指上的鲜血 突然流了上去 突然那雕像两眼放出紫光来 直接射入了我的眼中 我两眼一黑 整个人就这么昏了过去 在我晕倒后 一个老头从里面钻了出来 在我的潜意识里告诉我 从今天起 你就是我万毒天尊的弟子 得我无上独树传承 好好修炼 将来要替我清理门户 半天之后 我是被人叫醒的 肖大根你又再给你的死鸡挖坟 要不要再开个追悼会啊 死了这么多鸡 还能在这里睡觉 真不愧是村里唯一的大学生啊 原来此人是周八皮女儿周玉盈 此人极度心强 尖酸刻薄 心思恶毒 如果你不介意 我也可以给你开个追悼会 好你个肖大根胆肥了呀 敢咒我 你可别忘了 你那臭爹妈 还欠着我们周家一万块钱没还呢 周玉盈 你骂我可以 但我奉劝 你不要骂我爹妈 否则 我对你不客气 不客气 你难不成还敢打我 大学毕业这么久 还是一事无成 也没哪个女人看得上你 要我说 怪就怪你投错了胎 爹妈都是臭蒙明 听到这的 我再也忍不了吧 想直接上去揍她 但是下一秒 我竟然看到周玉盈浑身散发着死气 整个人马上要变成一堆枯骨 这就是传承后 万毒真气带来的特殊能力吗 然后对着周玉盈冷笑了起来 你自己中了毒 快死了还不知道 周玉盈显然是不相信的 放屁 你才中毒了 我问你 你最近白天是不是经常头晕 浑身乏力 事物模糊 周玉盈显然是被我说中了 一脸的诧异 你怎么知道 我当然知道 我还知道一到夜晚 你就浑身难耐 身体奇痒无比 恨不得 不可能 我去医院都查不出来什么病 为什么她看几眼 就能知道我最近的情况 难道我真的快死了 谁知下一秒 那周玉盈竟然换了一副嘴脸 你这么厉害 看几眼就能知道我的病症 一定有办法救我的对吗 想要我救你 可以啊 你跪下来求我 我倒是可以考虑考虑 萧大根 老娘警告你 你别太过分了 过分 相比于你家里人 平日里对我的所作所为来说 我不觉得过分 你慢慢考虑 不过我可告诉你 你的毒脱得越久 你受的罪就越大 精神和肉体受到双重折磨 直到你承受不住 崩溃自杀 突然话锋一转 萧大根 之前的事算我不对我向你道歉 左右观察之后 没发现人 那周玉盈 直接扑通一声 跪在了地上 看你这么有诚意 我就勉为其难地救一救你 然后我就在地上用手挖了一会儿 拿起一小坨鸡屎 递给了周玉盈 来 吃了它可以压制你的毒 保证你今晚可以安安稳稳地睡一觉 即使 这东西能解毒 萧大根 你敢耍老娘 这鸡粪不是给你解毒的 是压制你的毒 让你见一下效果 效果好 明天你带着三万块钱过来 我再帮你解毒 一般来讲 鸡粪含有一定的毒素 虽然是慢性中毒 但是因为时间久了 需要以毒攻毒 吃了它 晚上回去睡个好觉 如果明天你没解毒的话 你可以找你爹来收拾我呀 反正我又跑不掉 此时刚好被一个路过的老汉听到 那周玉盈也没再多想 直接一口将鸡屎吃了下去 刚吃下去 就被那老汉看到 然后就大叫大嚷了起来 他们走后 我把死掉的鸡全都给埋了 心想 这个点 周玉盈已经到村里了吧 估计全村都知道她吃了鸡屎 忙完一切的我 想试试老头传给我的异能的威力 然后一拳打了出去 随即气势如虹 周边的花花草草都枯萎了 现在就这么厉害 以后若是语言动手 不知轻重 无意间害人性命 那就不好了 不应该是我不会控制这力量 才会导致这样的结果 我要尽快回忆起当时那个梦境 看看能否获得更多 关于这个异能的信息 我之弟子 需修核心功法 万毒诀 此乃本门所有法术法诀 运用的核心基础 能够吞噬万毒壮大以身 还可控制各种蛇虫以兽 甚至试人 练到最高境界 可成万毒不灭体 永恒不朽 修炼分九大境界 练到最后能直接羽化飞升 修炼了一晚上后 效果居然这么好 这就是明七七吗 力量明显增强了 我感觉我现在可以打十个 万毒真气会附带特殊属性 难道就是昨天那种透视能力吗 感觉比昨天看得更清晰 更透彻了 这下好了以后不但可以透视美女 而且给人看病的话 也更方便了 透视美女还是算了哥虽不是证人君子 但这种下作之事 哥不屑去做 突然 昨天的周玉莹又来找我 一口一个大根哥的叫着 一扫往常的怠慢 看来昨天的激愤特效药 应该效果不错 居然这么早就来找我 大根哥 昨天那个特效药挺管用的 之前那些症状全都不见了 我这样是不是就好了 毒素还在 那个激愤特效药只是压制毒素 想要痊愈还必须我亲自动手 大根哥钱我准备好了 你看什么时候能治 转账吧 马上转马上治 若是不见效 可以全款退还 怎么样 那周玉莹也没多想 直接赚了三万块给我 这可是我从小到大 第一次挣这么多钱 随后 我就带着周玉莹去鸡棚治疗了 那周玉莹竟然上来就脱衣服 大根哥不先脱衣服 检查一下身体情况 在治疗吗 不用 你把眼睛闭上手伸出来 其他的不用管 我要开始治疗了 中间不许开眼睛 不然我立马退钱给你 然后施法 在周玉莹的腹部 发现了一只毒虫 随即大根将法术 附着在自己的手指上 将那虫子 在周玉莹的手心中 给逼了出来 然后一把抓住 让周玉莹睁开了眼睛 你要干嘛 好恶心的虫子 快拿走 恶心 这个可是从你身体里面 弄出来的 你中毒就是因为它 这东西 只有牛头山上才有 你没事跑到牛头山上去干嘛 还有 你被咬伤的伤口在哪里 瞎说 我最近才没去过牛头山 你该不会去牛头山时 没穿衣服吧 难道你在上面和别人私会 不会是邻村的张大福吧 你口味可珍重 肖大跟你放屁 老娘是和刘豹 说到这 周玉莹才意识到 自己被炸了 原来是邻村的刘豹啊 看来村子里面的传言是真的呀 传言你不减点私生活放荡 好了 你可以走了 你要是不放心 可以去医院检查一下 记得去找福波包扎一下 该死肖大根 你给我记住 周玉莹刚走我便得意了起来 这才开始就赚了三万块 太爽了 以后一定会赚得更多 得意完之后 发现自己脚底下黑气环绕 我明白了 我的小鸡仔老是出问题 这里黑气森森的 不利于小鸡仔的生存 看看周围的山呢 牛头山不愧是毒山 看着比我自己的山头还要毒 另一边是周八皮承包的山 相比之下 完全是风水宝地啊 可恶啊 我这里不适合养鸡 那要养什么才行 突然 一只蜈蜈蜈出现在了我的视线里 哎呀 我特么猪脑子啊 这里不能养鸡 总可以养毒虫和毒蛇之类的吧 现在到了名气期 我记得 有个低级毒物控制术 可以用 不过 养毒物牛头山 应该更适合 而且 牛头山上的毒物更多 看来要找个机会 把牛头山承包下来 傍晚回家后 父亲跟着我 把欠乡亲们的钱 一一地给还了 哎呀 漏了周八皮的一万块钱了 看来只能等下次再还给他 爸 放心吧 很快我就能赚到下一笔钱 周叔那边不用担心 我会解决的 第二天一大早 周八皮就找上了门来 原来周八皮原名周正祥 为人令 小气 记仇 大泽村首富 肖大根 听说你昨天去村里还钱了 你欠我的钱 准备什么时候还 原来是来要钱的 罢了罢了 谁叫我欠他钱呢 周叔 你放心吧 我一定尽快还给你 行了 行了 什么尽快不尽快的 我都不想听 一句话 你赶紧搬走就行了 周叔 你什么意思 我凭什么要搬走 什么意思 肖大根 你这是揣着明白装糊涂是吧 我可是已经给你爹说好了 用你这养鸡场底 你们家的欠债 怎么 你还想耍赖 合着我这养鸡场 只值一万多 这连山头的承包费都不够吧 这么大的事情 老爸会不和我商量 周叔 你当我傻吗 突然 我爸妈赶了过来 对周八皮大喊 姓周的 你想干什么 张秀英 你好那么大声干嘛 之前可是说好了 用你家的养鸡场来抵债 放屁 你当时说 是用欠条和其他山头来交换 难道你眼哄我家养鸡场 开始赚钱了 准备空手套白狼 我想办法 把旁边那牛头山的承包权给你们 再加上你们家的借条 一起换你们家这养鸡场 成不 真是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感情这周八皮是来送福利的 那你就把这山头拿去吧 包你养什么死什么 周八皮 我们要是把养鸡场给你 你就把借条还给我们 好 我同意了 不过 前提是你要先让我承包下牛头山 本来我妈是不同意的 在我给我爸识眼色 让我爸做好了我妈的思想工作 说话间 那周八皮便拿出了合同 显然是早有预谋的 我看过合同之后 三十年才十万 不贵 确实不贵 那山上的东西 是不是也归我所有 你废话怎么这么多 说了归你就归你 那好 为了防止你反悔 我得在合同上写明了才行 好了 周八皮 从现在开始 这养鸡场就归你了 把借条给我吧 刚说完 背后传来一个声音 肖大根有魄力啊 这你都敢千不亏 是大学生啊 看来这读过大学的人 脑子也不好使啊 肖大根 我得谢谢你啊 要不是你傻 这一大笔建造养鸡场的钱 我们家怎么能省下来呢 原来此人是周有才 周八皮之子 大则村一把 游手好闲 不务正业 周有才 谁傻还不知道呢 那牛头山这么多年没人上去 弄不好还有宝贝呢 别想了 守我爹之前便找农业专家上山看过了 那里除了毒虫毒蛇外 可是什么宝贝都没有 看到他们父子俩 此刻的我心想 这些败类 做事简直是太绝了 一点也不给人留活路 难道你不知道专家都是骗人的吗 你信不信我 要不了半个小时 就能找出一件宝贝出来 肖大根啊肖大根说你啥你还嘚瑟上了 你今天要是能在牛头山上找到宝贝 我特么就趴地上学狗尿尿给你看 不过 若是你没找到宝物 那你可得学狗尿尿给我看 看到周有才这么嚣张 我决定当着父母的面给他点教训 于是便爽快地答应了他 大家伙儿给做个见证 若是肖大根一会儿找不到宝贝 他可得学狗尿尿给我们看 达成赌约后 我便进了山 周有才那个白痴 我看他等会怎么学狗尿尿 不过也多亏我得到了万毒天尊的传承 要不然 这次绝对会被他们周家坑死 不愧是毒山 山上这些毒虫毒物 个头都要比普通的大了不少 在我使用法术万毒诀寻找宝物的时候 在山头发现一个闪闪发光的东西 然后一个剑步朝着山顶飞奔而去 上到山顶之后 在一处山洞里发现是一颗人参 想必是它散发出来的金光 我急忙上去一下拔了上来 哎呀 可惜了 这人参一旦破皮 价值就会下跌许多 而且这颜色一看就是 常年被牛头山毒素侵蚀 还好我能用万毒绝将里面的毒素提炼出来 随即就开始对人参施法了起来 不一会儿的功夫 那人参里的毒素被凝聚成了一个毒丸 若把这些毒素吸收炼化 我的修为应该会更上一层 但是半小时时间快到了 我身上还有和周有才的赌约 无奈只好下了山 眼看赌约时间快到 那周有才便嘚瑟了起来 还对着我的父母言语侮辱了起来 萧灵权 萧大根那家伙估计是回不来了 你们不如早点回去 再生一个小的 免得没人给你们送中 周有才 你个生儿子没屁眼的家伙 嘴巴怎么这么丑 萧大根 你居然没死在那边 运气可真好 这周有才可恶至极 咒我死不说 还要奚落我的父母 今天不让你长长记性 我也不配拥有万毒天尊的传承了 周有才 瞪大你的狗眼 看看这是什么东西 萧大根 你说这朵花就是宝贝 真特么笑话 除非谁脑子坏了 否则没人会买你这烂花 花音刚落 便被他的父亲 全给打飞了出去 村里看热闹的老者 认出了我手里的东西 天啊 那是人参花呀 这下老萧家发了呀 那确实是上好的人参 什么 人参 不这不可能 那些专家明明说了 这牛头山不可能有宝贝 专家的话怎么会错呢 周八匹听罢 我去你大爷的专家 那些狗屁东西算什么专家 说着便对着周有才一顿报答 周叔 你别打了 再打接下来的节目 就没人表演了 萧大根 你赶紧把这人参给我 我可是村长 你这东西 是你从村里的山上挖下来的 那就是属于村里的共有财产 就应该给我保管 你嘛 周八匹这脸比长城拐角还厚 对 这是村里的财产 我爹是代理村长 你得把这东西交给我爹 周八匹 你看看你手里的合同 那上面可是写得清清楚楚 从合同签下之后 那座山头 包括里面的东西 就全都是我的了 你还没把承包款给我 那山头怎么能算是你的 哼 周八匹 合同我可是签了的 你要是再胡说 我完全可以去法院告你 周八匹心想 要是真的被盗到法院去 有些问题根本说不清楚 肖大根 这样吧 我出三万块买下你这人参 免得你找不到地方卖 怎么样 你现在承认人生是我的了 是你的 肖大根只要你点头 我马上给你拿三万块现金 你要知道 你就算拿出去卖 也只能卖这么多 而且外面的人可没有我好说话 哇 周叔 你可真会心疼人 但不是人人都和你儿子一样傻 不好意思 我不卖 你可以 肖大根 咱们骑驴看唱本走着瞧 周有才 你似乎忘记了什么事吧 什么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赶紧给我让开 这个周有才果然想要耍赖 还好我早有准备 你应该不想让大伙知道 你那衣穿的什么吧 红色肚都黑色网袜 我数三生 若是你再不行动 我就把你外面的衣服扒下来 让大家看看你这个死变态 混蛋 要是传出去了 爹飞打断我两条腿不可 而且我在这村子里再也抬不起头了 然后周有才就在众目睽睽之下 学起了狗撒尿 别急啊 来 再叫两声来听听 不然谁知道你在干嘛 逗得一众乡亲父老 哈哈大笑了起来 周八皮见他在人前把自己的面子丢尽 追着周有才又是一顿胖揍 就这么一路追着揍到了家 爸不要打了 肖大根还让我妹吃了鸡屎 你怎么不打他 老子英雄一试 怎么就生了你们这么一对狗熊玩意儿 突然 周有才的妈妈走了过来 干什么 你是不是疯了 把儿子打成这样 有能耐找肖大根去啊 肖大根这个穷鬼 前几天欺负玉盈 今天欺负友才 这口气老娘我一定要出 这王八糕子是铁了心 和我们家过不去 老子现在就找他去 站住 你这样过去闹腾异常 有什么用 老娘 我不仅要出这口恶气 我还要耐心肖大的钱 周八皮是出了名的怕老婆 也没敢再多说什么 我堂哥可是县城里叫的上号的人物 只要他去了县城 自然有办法收拾他 友才 去你舅舅家 让他给你找几个帮手 等到肖大根从县城回来的时候 就把他截下来 好好伺候伺候他 顺便把钱给我带回来 老婆 你真厉害 我怎么就没想到这些呢 妈 晚些好了 我要去牛头山看一看 上午不是才从山上回来吗 那边那么危险 怎么现在又要去 今天上去的匆忙 没注意看清楚 我要仔细看看 好规划一下牛头山的未来 那你可要小心啊 对了 你准备什么时候去县里卖人参 明天就去 毕竟还有十万的承包款压着呢 我去山上了 来到牛头山 便看到一群人在挖东西 卧槽 怎么会有这么多人 这牛头山可到处都是毒物啊 转眼一看便看到了不远处的 秋霞姐 我说黄丫头 你又不是肖大根的媳妇 要你来管这闲事 不是 牛头山是大根承包的 你们不可以随便挖 行了 黄丫头这不关你的事 你让开 看到这种情况 我大声对众人喊道 各位叔伯相亲 你们这是做什么 这不 听说你承包了牛头山 这地一直慌着 大伙 怕你一个人忙不过来 就都来帮你松松吐吗 这些人真是不要脸 明明是看到自己挖到了人参 也想来占个便宜 还说的这般冠冕堂皇 但要是真的闹出人命 我肯定也脱不了关系 这牛头山上到处都是毒物 并且瘴气弥漫危机四伏 要是被奇怪的东西弄伤 可能命都会没了 然而众相亲却不买账 反而提起了我借他们钱的事 来道德绑架 秋霞见状直接挡在了我的面前 你们太过分了 没这么欺负人的 黄丫头 你处处帮着肖大根说话 也没见过这样急着过门的贱人了 六婶 你可是长辈 嘴怎么可以这么脏 哎哟 还没怎么着就开始护着了 年纪轻轻的 怕自己嫁不出去了吗 着急着眼汉子了 您老不禁嘴脏 看来手也很脏啊 就在我跟老太婆争执的时候 突然听到秋霞一声惨叫 秋霞姐 你怎么了 没事吧 不知道什么东西咬了我一口 看着秋霞腿上的伤口 这伤难道是传承中记载的 腐血梅花泄毒 真的假的 这要巧 不会是演戏吧 这两个人为了赶我们走 连苦肉计都用上了 够了 你们想要发财我不拦着 但你们要是再说秋霞姐 我就对你们不客气了 话音刚落 另一边的秋霞 突然摇摇晃晃地晕了过去 秋霞姐 别害怕 我现在就想办法为你治疗 毒性蔓延会有梅花印记显现 一旦四个黑色印记全部变红 就是大罗神仙也就不了 还好 毒素还没有进入心脏 不然 凭我目前对万毒真气的控制度 根本没办法心脏中清除毒素 突然村民们开始尖叫 这是什么鬼东西 就是 他折了黄牙头 太吓人了 我们还是回去吧 村民走后 我直接用法术 击杀了那只蝎子 秋霞姐 你忍耐一下 我要把你体内的毒吸出来 不行 这会害死你的 没事 我身体壮 不怕这些毒 看着用嘴帮他吸毒的大根 秋霞赶伤了起来 自从爸妈去世以后 再也没有人对我这样好过了 秋霞姐 毒素已经清楚了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了 谢谢你大根 我感觉舒服多了 就是有点用不上力气 刚说完 秋霞就晕了过去 那就好 你身体自身抵抗毒素 耗尽了体力 回去多休息一下 就没事了 看着秋霞的美貌 我竟没有半点的非分之想 然后我就背起秋霞下山了 回去的路上 我心里一直在想 我一定要正大光明地追求秋霞姐 第二天一大早 我骑着自行车 去县里卖人参去了 昨天手机上网查了 这个安元大药房 是县里最大的药房 同时也是安元县 最大的中药售售点 在这里卖应该没问题吧 走进店里后 找到一旁的医生 你看方不方便 我们单独谈谈 我想卖点名贵药材 那医生盯着我打量了一会儿 一个呆头小子 能有什么名贵药材 那医生转念一想 算了 看看吧万一呢 然后带着我朝里面走去 是什么名贵药材啊 拿出来给我瞧瞧吧 就是这个 你看看这东西 你们怎么收吧 那医生看到人身后 先是一愣 然后一把抢了过去 这东西 你是从哪儿得来的 什么时候得到的 我昨天在山上挖的 你就说吧 值多少钱 你运气真不错 可惜你采摘的时候 太不小心了 把他的根须弄断了 你知道吗 这破了皮的 断了根就不值钱了 我知道 沈医生你就说吧 你们能给多少钱 这样吧 我见你也是个老实人 我也不占你便宜 就给你个整数三万块 百年以上的老人身 你居然就给我三万 你是当我不懂行 还是当我是小孩 年轻人 你可别不满足 我这给的 已经是最高价了 要是换成别人 能给你一万就顶天了 哈哈 第一天来上班 就碰到个二缺 等会收了人身 我就跑路 反正我什么手续 都没办 不可能有人找得到我 你胡说八道什么玩意儿 还给我 这人生我不卖了 小子你最好给我十项点 否则今天你进了这个门 就由不得你了 不想卖也得卖 然后突然跑出去大喊 保安 这里有人闹事 给我把他赶出去 你不仅强买强卖 竟然还污蔑我 我今天要好好收拾你 这个人渣 一旁的保安健壮 赶忙上前把我拦了下来 但是修炼之后的我 哪是他们想拦就能拦住的 一把将那医生拎了起来 跑 你以为你能跑到哪去 小子 赶紧放开他 否则有你的好果子吃 然后一堆保安围了过来 我一把抢过人身后 将那医生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竟然敢打人 上 抓住他 那保安队长直接冲了上来 被我轻易地躲开了 正愁无法验证自己的实力 就拿你们测验一下 原来是练过的 难怪赶来我们这闹事 不过 既然我在这儿 就容不得你嚣张 结果只是一招 就将那保安队长打倒了 几个跳梁小丑罢了 竟然也想助纣为虐 随即 一群保安都冲了上来 大家一起上来 抓住他 尝尝我的旋风人肉大宝剑 我抓住一个人之后 然后拎着他甩了一圈 那一群保安 便被我给来了个天女散花 然后拎起地上的医生 老家伙 我的东西是这么好拿的吗 给你尝尝好东西 说吧 我便把从人身上提取出来的毒丸 给那医生吃了下去 像你这种品德低下的人 不知道坑害了多少人 今天我就替大家给你一个教训 教教你做人的道理 下一秒 那医生浑身抓闹了起来 衣服都被自己抓破了 惨叫着好痒 好难受 我看着那医生的反应 看来效果还不错 我给这种小毒丸 取了个名字 腕虫是体 怎么样 名副其实对吧 下一秒 那医生扑倒在我的脚边 对不起我错了 给我解药 求求你给我解药吧 哟 你哪里错了呀 沈大医生 我错了 我不该低价抢买你的人身 不该污蔑你闹事 我是畜生 求你放了我 给我解药吧 原来 是想抢买别人的人身了 这种人 真活该 哈哈 看来你 还是有自知之明的 关于解药吗 没有 怎么这么吵 你们躺地上干什么 赶紧起来 老板 这家伙闹事 动手打我们这儿的医生 不过 齐音好像是新来的沈医生 想要抢买她的人身 什么 抢买抢卖 这不是败坏我们药房的名声吗 沈医生 哪个沈医生 好像是附近村镇的中医 出来转外快 今天是第一天过来 那家伙人呢 我要亲自问问他 老板 他当才跑了 说是去医院了 你们几个把那个家伙给我抓回来 我要给小兄弟一个交代 小兄弟 非常抱歉 我保证以后这种事情 不会再发生 行了 我也不是无理取闹的人 这件事也不是你们药店的错 那就算了吧 小兄弟 请留步 你那人身 我可以看看吗 如果品相好 我可以出高价 来来 我们去我办公室商量 小兄弟 若是我没看错你这人身 应该是山里刚采的吧 没错 这东西 是我昨天 才从山里采的 不过 我把丑话说在前头 这东西你若是想要用三万块买 那我们就不用谈了 什么 三万块 这个狗东西 心也太黑了 小兄弟 你放心 我是正经生意人 不是那种心黑的胆人 我看了 你这是正宗的百年人生 老板你是实货人 自然知道东西的价值 开个价吧 小兄弟 不瞒你说 我最近正好需要百年份以上的人生 我出二十万 你看行不 靠 二十万 老子这辈子都没见过我们 小兄弟 我知道这个价格有点低 不过 你这人生破了皮 又断了根须 二十万已经是顶天了 二十万就二十万吧 不过 我要一次性结清 那老板也是爽快地答应了 现场赚了二十万给我 刚转完账 外面的医生突然冲进了屋 老板 不好了 你快出来看看 出事了 出什么事情了 这么慌慌张张的 有人找上门闹事说吃了我们的药疯了 什么人敢到我这来闹事快带我去看看 只见一个女人在抱着垃圾桶哭妈妈 妈妈 我好想你 为什么不带我一起走 王老板呢 你们是怎么看病的 你看我女儿吃了你的药变成什么样了 对不起 对不起张总 您先别急让我先看看她的她情况 奇怪 真是奇怪 张总 眉眉的情况不像是吃了我们药造成的 你说什么 人都变成这样了 你还想推卸责任 我告诉你 我女儿要是有什么意外 信不信我让你一起陪葬 您息怒您息怒 我们一定会负责到底的 就在两人争执的时候 那女孩突然昏了过去 我赶忙一个剑步冲了过去 一把将她抱住 看到她背上的伤口 心想 难道她是被吉地黑寡妇咬伤的 她中毒了 毒性开始发作了 再不救治就来不及了 快抬到屋里去我可以救她 什么 你是怎么知道的 来不及解释了 快点照我说的做 周围围观的人 见状开始议论纷纷 看我年轻 满是一些嘲讽的话 那张老板 也被周围的话影响到了 小子 放下我女儿 快点滚开 随即吩咐自己的保镖 阿福 给我把这些小子扔出去 小子 快放手 天啊 打人了 哎哟 我说小兄弟你可别添乱了 治病不是闹着玩的 搞不好要出人命 让我救人 不然来不及了 出了事我担着 你算什么东西 我女儿要是出了事 你能担得起吗 我问你 你女儿是不是养了一只 白色灰背的蜘蛛 是啊 你怎么知道的 这毒物生活在极寒之地 算是个稀罕物 要是被这东西咬一口 就没听过 有几个人能活下来的 然后动手准备去 解纳女孩的衣服 他父亲健壮 赶忙阻止 混蛋 你在干什么 我没在理会女孩的父亲 而是直接施法 从伤口处 牵出一根蛛丝 然后当着众人的面 从里面抽出一只蜘蛛来 被这种极地黑寡妇咬后 刚开始 只会造成大量失汗发烧 和产生幻觉 但很快就会昏迷不醒 直至死亡 一般的医生治不好他 但我 早知道就不让他养这些东西了 极地黑寡妇咬人之后 会留下一根丝 连接自己的猎物 中毒者体内的毒素 会迅速变异 几分钟内 就会致受害者死亡 那怎么办 我的女儿还有救吗 大师 求求你救救我女儿 还有救 快把她抬到房间里去 还有我需要银针 阿福 还不快去拿银针 众人赶忙搭手 将女孩搬进房间 我从背后解开女孩的衣服 这次她的父亲 没再多说什么 随即我立刻施法 不一会儿的功夫银针 便扎满整个后背 然后我催动法术万毒局 银针的尾部 便燃起了蓝色的火焰 卖人参的老板 看到我的操作后 想不到这小子 居然会传说中的玉器行针 片刻之后 那女孩起色开始好转 我用透视看到 她体内的毒素被清理干净了 随即收了银针 妹妹 你感觉怎么样 上次帮秋霞解吸毒 这次帮这个小妹妹治疗 我的万毒真气 好像快要突破了 以后要不要专门找点毒药自己吃呢 不一会儿 那女孩醒了过来 看着我 大叫了一声 臭流氓 一巴掌抽在了我的脸上 别这样 妹妹 是这位大师救了你的命了 还不赶紧给大师道个歉 你算什么父亲 看到自己女儿的衣服 都被人脱了 还要我向那个人道歉 我救你还动手打人 我不和你计较 可哪有这样态度 对自己的父亲的 真是不孝 你 你干嘛 谁让你救我 你管什么闲事就让我死了干净 那药店老板见状赶忙上来打圆场 小兄弟 这是他们家的家务事 我们外人还是不要参与的好了 真是大喜事一见啊 走去外面 我再给张总的另爱 配己妇调理身体的中药 众人见我们出来后 对我开始了各种的吹嘘 那妹妹看我羞辱了她 还有这么人为我叫好 气得转身离开了 今天小女能活下来 多亏大师相救啊 妹妹天生任性 多次得罪大师 再次我张某给你谢罪了 今天实在抱歉 改日 我定将亲自带上养好病的妹妹 登门答谢大师的救命之恩 老弟 今天多亏了你啊 否则我这店的招牌可就砸了 不知兄弟 今天是否赏脸 一起吃个饭 我想要好好感谢一下你 不好意思 下次吧 王老板 我今天家里还有急事 我也要告辞了 那老板把我送出门外 大声告诉我 以后若有什么困难 尽管来找我 刚走不远 我就收到了来自王老板的五万元转账 回家的路上 发现一个胡同里 一堆人围在一起 在外围听到里面议论道 你这个小贱人 你知道这是什么牌子吗 我告诉你 撞坏了就该赔钱 哭哭啼啼的 有什么用 突然听到秋霞的声音 我赶忙挤进人群 老娘的苹果 都被你给撞得摔在了地上了 黄秋霞 你是不是看见我买了新手机 心里不舒服 就故意给我使绊子 我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不是故意的 就能不负责任吗 赔钱 周玉莹 赶紧给我住手 萧大根 怎么到哪里都能看到你 我赶忙上前 将秋霞抱了起来 并对周玉莹呵斥了一番 周玉莹 你心肠挺毒啊 同一个村子的下手都这么狠 萧大根 你当出头鸟啊 反正老娘的病已经好了 这萧大根 根本不足畏惧 就你这个熊样 读完大学在外面工作 也找不到 回村里养个鸡也养不好 现在还竟然想英雄救美 笑死 再说 是那个女人撞了我 我让她赔偿手机钱 有什么不对 这样吧 手机多少钱 我替秋霞姐赔你 这个萧大根 想在黄秋霞面前出风头 好 我就让你出个够 一万八 这是我才买的限量版手机 你这穷鬼赔得起吗 怎么会 我明明看到 他是四千块买的 一万八是吧 就是一万八 我就在这买的 你不信可以问老板 那好 我财富宝转给你 说吧 直接给那周玉莹 赚了一万八千块钱 怎么会 这个萧大根 什么时候这么有钱了 我漫天要价 他竟然一点犹豫都次有 既然你替他赔的钱 我也就不计较了 今天这事就这样算了 我先走了 等一下 既然钱我已经转给你了 但那也只是摔坏 你手机的事情两清了 但你打秋霞姐的仗 咱们还得慢慢算 萧大根 你在说什么疯话 老娘不和你计较 你还跟我来劲了呀 手机摔坏了 赔了你一万八 你动手打伤了秋霞姐 是不是也该出点医药费 我替秋霞姐做主 不问你多药 给个一百八十万吧 啊 这小子 狮子大开口啊 这大学生 读书读傻了吧 萧大根 你穷疯了吧 老娘不过打了她几巴掌 赔一百八十万医药费 你怎么不去抢 说完 那周玉莹转身想要溜走 既然不给 那我可不客气了 之前拿的几根王老板的银针 现在派上用场了 我直接将两根银针 甩到了周玉莹的腿上 那周玉莹直接扑通一声 当着众人的面跪倒在了地上 萧大根你对我做了什么 我的腿动不了了 不要紧张 只是用针封了下你的血脉 麻痹了你的下肢神经而已 这可不能乱动呀 你要是把针拔出来 你的双腿以后就废掉了 这针只有我来拔 才能保住你的腿 那周玉莹听完之后 态度瞬间来了的 一百八十度大转弯 大根哥 我错了 你放过我吧 放过你可以啊 不过你怎么打秋霞姐 就要让秋霞姐怎么打回来 反观秋霞则心善 不打算再继续追究了 大根哥 之前都是我不好 你们就把我当个屁放了吧 秋霞姐 你人真好 不过这样黑心肠的女人 一定要给她点教训才行 周玉莹 既然秋霞姐下不了手 那你就自己动手吧 劝你快点 拖得久了 就算我给你拔针 你的腿也一样保不住 那周玉莹也没在犹豫 直接抽起了自己的耳光 对不起秋霞姐 我错了 我该死 我混蛋 我有眼无珠禽兽不如 秋霞姐您高抬贵手原谅我吧 秋霞见状还是心软了 大根 这事算了 我们还是走吧 好吧 这事就算了 今天算我替你爹教教你 怎么做人 我们走吧 秋霞姐 哎 大根 她的腿怎么办啊 这个呀 和你说实话吧 其实之前我是骗她的 她的腿根本没事 那周玉莹听罢 整个人都不好了 直接被气得昏死了过去 大根你是怎么让她脚动不了的 你忘了 我大学是学医的吗 刚刚只是用了针灸 封了学位 拔掉就好了 真厉害 今天真的谢谢你了